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2023年7月7日凌晨,从港媒传出消息 李文真正的死因并不是因为他割碗自杀导致的 而是他割碗后,在被送医途中陷入昏迷时 在救护车上发生了严重的呕吐 这才导致他窒息,最终撒手人寰 所以李文真的有自杀,只是死亡原因不是自杀导致的 而是严重的呕吐导致的窒息 李文的姐姐表示,自从妹妹李文过世之后 全家人都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 尤其是八十六岁的老母亲 她不吃不喝不睡觉 难以从女儿李文已故的惨痛消息中回过神来 在李思琳描述的细节里 李文在救护车上已经被宣布脑死了 但是当过中医的李文母亲 仍然认为女儿有深的希望 她要求中医西医治疗方案并行 只要能够留住女儿李文的生命 而李文的全家人之所以在医生已经宣布李文脑死的状态下 依然想全力抢救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李文还在等一个人 也就是那个远在外地赶回来的李文的老公布鲁斯 以往大家在谈到布鲁斯的时候都说 他是超级富豪 身家几十亿 实际上若论真正的身家 布鲁斯不见得有李文富有 虽然他曾经身为霸道总裁 但说到底公司不是他自己的 也就只是一个高级打工而已 曾经布鲁斯是做网球教练的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网球职业选手 后来因缘际会 他和香港利丰集团的老总交往过密 进而走上了商业变现之路 对于这个打算和李文离婚的美国妹夫 李文家人目前的状态就是为了让李文安安静静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们不会阻挠任何人前来探望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 也在李文去世的第二天 布鲁斯正式以他和李文姐姐的名义 发布悼念李文的文字 他还亲切地称李文是他挚爱的妻子 李文的光芒永垂不朽 然而很快 李文的姐姐李斯林就站出来否认了布鲁斯的这一个说法 他说所谓的悼念文字和复文 都是李文的老公布鲁斯私自发布的 并没有提前知会他们一家人 所以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心声 以往在接受采访时 有知情人士也表示 早在半年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李文罹患乳腺癌的不幸消息 但好在发现得及时 李文不需要经过化疗直接做手术 就控制住了病情 而李文的抑郁症突然加重 也是这段时间的事 家人已经提前接受到了预警的信号 所以李文的妈妈和姐姐几乎24小时会守在李文的身边 就担心他做出傻事了 这次一个没看住 李文就割完了 但有一个细节是 李文自己从浴室里跑出来呼救的 这说明李文极有可能一时被心魔笼罩 在他及时清醒过来之后 又蒙生了求生的意志 奈何伤害自己太深 回天伐术 而之所以发生呕吐 导致窒息 最终撒手人寰 也是因为这种非正常死亡的状态 才让李文的家人决定让他完成尸检 以便确认李文真正的死因 那么温暖的一个人 内心该有多荒芜 才会选择了极端的自处 香港媒体报道指出 李文老公Bruce在结婚后 三度外遇 偷吃嫩媚 而两位妓女也都站在爸爸那边 让李文心情低落 健康跟着受到影响 160公分的他 暴瘦到42.3公斤 先前在社群赛出体重罩时 甚至出现他挂着引流带的模样 有人说 李文一直无法面对 他有可能与老公Bruce离婚的事实 因为从小缺少父爱 李文把大他16岁的老公Bruce 看成是亦父亦友的关系 有时两种角色交替 这些细节 为两个人婚姻后来的不墓 埋下了隐患 青草林坡有个葛观察 他读书的时候 每次去学书时 经过路边一座庙 都要坐个一再走 庙里的神灵就托梦给庙主 说 葛状元每回经过这里 都要给我坐一 我这小神受不起啊 只好慌忙起身回避 实在受不了这折腾 你一定要为我在门口 建一堵屏障 庙柱在乡里奔走筹划 将要聚众新宫时 有一天 又梦到庙里的神灵说 不用了 葛书生帮人写修书 上天已经把他的科举功名 削掉了 原来乡里有位男子 想抛弃他的妻子 就出一两银子 托葛书生帮他写修书 葛书生心想 我不写他也会找别人写 一样救不了他的原配 反而伤了我跟他之间的感情 结下怨恨 还不如顺水推舟 送个人情 赚一两银子 葛书生就糊里糊涂写了 等到听妙主这么一说 才汗流浃背 后悔莫及 后来 葛书生就找到那个要休妻的人 苦口婆心 竭力挽回他们夫妇的婚姻 后来葛书生 因为劝和而中了举人 但因为助理而没有考上进士 试图做到奸丝 就到头了 原本是状元的扶命 却因为替代别人写离婚契约书 破人婚姻家庭 导致福报折损 功名被削掉了 后来 虽然竭力挽回 却只是中了举人 而没有考上进士 实在太可惜了 由此可知 破人婚姻 或者挑拨离间 别人的婚姻和家庭 果报有多重 清朝母公是先辈名人 家庭本来是名门望主 他还提时 就与父母家定下亲事 他父亲慷慨好施 把积蓄都施舍空了 临终时家徒四壁 只把应得留给母公 母公非常贫困 考上秀才后 东求席姐 才愁到一笔钱 把妻子娶进门 富翁却嫌女婿太穷 偷偷反悔 用一个婢女把小姐调包 那位婢女倒也端庄温婉 但母公不知道她是替身 后来母公前往月丈人家 乡里无赖们不怀好意 群起嘲弄她 叫她是婢女的女婿 母公非常愤怒 要无赖们闭嘴陪礼 却遭到无赖们的嘲笑奚落 母公回家问妻子 妻子据实相告 母公才如梦初醒 之前母公曾经在梦中到一处地方 珠兰碧瓦 完全不是人间景象 还有几位女郎在一起绣一件锦袍 母公问他们 他们说 这是新科状元穿的衣服 母公仔细一看 锦袍金绣间用红笔写了两个字 正是自己的姓名 母公醒后欢喜不已 颇为骄傲自负 如今 母公知道自己竟然娶了一个婢女 丢人现眼 非常气恨 暗想 他年 我富贵之后 一定重娶名门闺秀 扬眉吐气 一天晚上 母公又梦到之前的地方 赤秀女郎却态度冷漠 不予理睬 在看金绣间的字 模糊不清 就要消失了 母公大吃一惊 急忙问为什么 女郎随口说 这小子刚刚萌生的 气气一念 天地命令 状元换别人做了 母公猛然惊醒 深深后悔不已 从此与妻子和谐恩爱 发誓白头偕老 几年后 母公中了状元 担任了金城要职 古语说 昭康之妻不下堂 一日夫妻百日恩 古人认为 修妻妻妻会遭到报应的 婚姻是终身大事 今生婚姻是前世姻缘成熟 婚姻是在天地 主宗面前定下的契约 是不能想理就理 想不忠就不忠的 得缺得最严重的 就两个方面 第一 诸事不顺皆因亏效 第二 诸事不顺皆因邪淫 人一般倒大煤 倒雪煤 出意外 一般就这两个原因 不是亏效 就是犯淫 无数的案例证明 基本百发百中 一般 突然 吟 无数的案例 垫 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